大家好 秋近很多花有在养兰花的时候呢 就会开始着手给它进行这个分珠处理 因为兰花如果长的这个枝叶比较多呀 或者是呢 它这个长得比较旺盛之后呢 我们都要进行这个分珠处理才行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分珠处理啊 它这个创口非常的小 而且呢 这个植株啊 更容易恢复 更容易冒心芽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用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办法 那就是开马路法 什么叫开马路法呢 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啊 这个新苗和母苗的话呢 它原本是仅仅贴合在一起来生长的 但是呢 一般长了一段时间大概两年左右 它这个临接点呢 就会慢慢的变细 然后逐渐的拉开距离 时间如果更久的话呢 它拉开会更远 那么就会从一个连接点变成一个连接线 出现一条大缝 就像我这一盆一样 就出现了这个两重 就是有两重兰花 那么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分珠呢 就特别的简单了 我们直接从这两重兰花这里的话 直接把它进行这个分珠就可以了 可以用剪刀了 直接把它剪开就足够了 或者是直接用手掰也可以 但是我们在给它进行分珠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植株的话呢 虽然窗口是比较小 但是呢 还是有这个伤口的存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杀菌处理 可以在伤口处啊 涂抹一点这个代声猛心 既可以杀菌 又可以在伤口上形成一个保护膜 避免伤口出现感染 那么你的伤口就更容易恢复了 那么用这种办法来分珠的这个兰花呀 它更容易复壮 而且更容易发大草 更容易开花 生长的话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分珠之后 等到它浮盆了 我们呢 后期大家只要合理的养护 然后适当的追肥 生长期呢 给它补充男科专用有些营养液 如果是花期的话呢 给它补充零甲肥 那么你的兰花呢 就长势会非常好 更容易养壮了 所以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给兰花分珠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方法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